台湾市政府积极推动护证业务提供更优质便民的服务 每年都获得内政部护证业务评鉴优等 不但落实资讯安全管理和个人资料保护 也在疫情时期提供强大协助 并在资讯科技广泛应用的同时 为民服务措施与时俱进 推出云端收据人脸辨识等等服务 市府也自我勉励和期许会持续打造护证多元的便民措施 当时在疫情期间首创快打战 第一时间守护市民健康 背后的强大推手就是有赖于优质的护证业务 创新便民作为也获得卫生福利部颁发集优奖以及卓越奖 每年也都获得内政部护证业务评鉴的优等 过去三年疫情以来 我们护证的同仁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从我们因为市长要求我们的快打战 必须要类似像选举那样 由我们各公所制造这个通知单来发送给民众 那公所怎么制造呢 所有的资料都来自于我们护证事务所 他们必须要资讯去查 75岁以上的长辈有哪一些 然后住址在哪里 然后相关的通知的内容必须要写上去 另外像是台中市和平离山地区幅院辽阔 对外路途艰辛耗使危险 因不舍离山居民总要长途跋涉 付出更多生活成本 才能获得政府服务 当时东市护证事务所主动上山 针对在地需求提供各项的护证服务 不仅大获离山居民好评 更是获得政府服务奖的肯定 不管是结婚 不管是户口登记 不管是驱离 不管殡葬不管宗教都是第一线在服务市民朋友 那所以呢我们让市民朋友觉得我们的服务更亲民 更亲切 所以明正阿伯谢谢他的报告 那我要特别谢谢台中市的这个护证系统呢 一向非常的强 在全国都是名业前茅 这是一般的常态性业务 可是另外一方面 在疫情期间 尤其可以看到我们护证人员 他的素质 他的能力 市长表示护证是树证之母 作为第一线为民服务的单位 与民众接触最为频繁 务必力求护所服务品质稳定 以及提升服务竞争力 更要以崭新思维创新做法 让市民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护证服务 第二线换台中采访报道